3 2 1 有人说欧洲是春秋战国 小朋友很多 但是没有中央的指挥 所以欧元长期的不稳定 也有人说美联储是停不下来的印钞机 货币宽松政策 会让美金在汇率上面长期的走弱 更有人说中美关系是离了婚的夫妻 这到底是什么状态 我也讲不清楚 但是汇率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我平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关于外汇的种种 感觉上它离我们生活很远 但是其实有很近 是吗 我们总会有下一次的出国旅行 下一次的海外购物 或者下一次的海外汇款 可能是给亲戚朋友打钱 可能是做海外投资 这个视频我希望可以让你了解一些 最基础的外汇知识 外汇市场到底是什么 汇率是什么 货币对是什么 大家讲的点差是什么 哪些因素会影响汇率 以及最后几个我的个人想法 我觉得总有你用得到的时候 OK你准备好了吗 走跟我一起去外汇市场看一看 外汇市场主要有三个玩家 第一个是进出口企业 第二个是投资公司 第三个是各国政府 当然我说他们是主要玩家 是因为他们玩的比较嗨 是真正的客金玩家 先说进出口 进出口因为业务需要 他们向其他国家买卖产品和服务 这里肯定会用到其他国家的货币 当然对我们韭菜来说 最常用的就是海外购物了 第二个玩家是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最常见的就是海外职业 也有可能是资本出海 对我们中中球差来说 可能只是想买一股特斯拉 或者小破占的股票 最后一个中量级的玩家 就是各国政府 你问我政府在外卫市场 扮演什么角色 呵呵呵呵呵 你说为什么 钱是政府应的呀 专业的说货币供应量 是各国央行说了算的 听说有些国家还可以操控汇率 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告诉我 我专门做一期视频讲解给你听 我们来说说外卫市场的特点 首先它是24小时制的 一个礼拜交易5天 基本上从来不休息 全世界同一时间在线 它的交易量极大 是股市的好几倍 是全球性的金融工具 纽约 东京 伦敦 香港 都是它的主要市场 有些时间比较繁忙 有些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空闲 总的来说 伦敦的小朋友还没有睡觉 纽约的小朋友已经起床 是他们最繁忙的交易时间 第二个特点 是它的流动性非常的高 对于那些主流的货币 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 随时进随时出 上上下下进进出出 随心所欲 第三个特点是它的速度快 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患者 对于你来说极度不合适 外卫市场总能够 对于各种新闻指数 全球的动向 做出第一时间的反应 我们一会儿会来具体看一下 第四个特点 外卫市场是一个零和游戏 我说零和游戏 代表它只有一个赢家 如果我赌一个货币会涨 代表另一个货币会跌 我涨你跌 我赢你输 双赢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要不你来试试 这跟股市的区别就很大了 股市不是零和游戏 我买一股小破绽 你买一股特斯拉 我的小破绽 和你的特斯拉 可以一起涨价 互相不影响 外汇不一样 我拿美金去赌欧元 美元和欧元 不会一起涨价 从这个角度上 我说外汇是一个零和游戏 外汇交易 英语中叫 Foreign Exchange 缩写Forex 汇率就是价格 如果看不懂 那一切都白达 所以这里 我要从药元的水准 开始跟你讲汇率 首先所有的货币 都有它的名字 而这些名字 在汇率市场当中 总是用缩写来进行表示 比如说美元 USD 欧元 EUR 日元 JPY 英镑 GBP 澳元 AUD 还有什么 家元 CAD 和瑞士法郎 CHF 当然我在这里 用七张游戏币来代表他们 请你不要介意 我只是为了提醒自己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七种主要货币 我怕自己说漏了 在做外汇交易的时候 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各种货币 英语里面也叫做 Currency Pays 一般你有可能会看到 这里任何一组 我拿欧元和美元的货币 来举一个例子 EUR -USD 如果它出现在一个 交易平台上面 这代表我拿欧元 去赌美元 比如我购买这个货币 这就相当于 我买进欧元 我卖出美元 同时也等于 我希望欧元走强 或者美元走落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 说到的零和游戏吗 货币买卖的时候 我们永远在赌 两种货币之间的关系 一个涨 一个跌 你赚钱我赔钱 你是厨和我是韭菜 是不是很好玩 此起彼伏 激情适舍 当然我在这里说 买欧元卖美元 也有人会说 做多欧元做空美元 没错 做多等于买早 做空等于买跌 记住在看到任何一组 货币队的时候 我们总是拿左边 再比右边 左边唯一 右边是它的比率 接下去我们来说汇率 一般我们看到的汇率 总是有两个 它们之间有一些差池的 我们用出国旅游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出国前 需要兑换一些当地的货币 把钱换回来 你看到的汇率一般来说 是这个样子的 买价卖价也叫bid或者offer 值得注意的是买价和卖价 是站在银行的角度来看的 1.1271是银行向你购买的汇率 1.1274是银行卖给你的汇率 你能看到一个高一个低 中间的差值叫什么 我们叫它点差 这组货币队有几个点差呢 三个点 实在搞不清楚哪个是你的买价 哪个是你的卖价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你是一颗韭菜 所有人都想要割你 说了半天 欧元到底什么时候涨 美元什么时候跌 外汇到底受哪些因素影响 答案很复杂 一本经济学词典都可能写不完 但是有几个要点 让我来帮你分析一下 对外汇有影响的 主要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是贸易 当我说贸易的时候 我说的是贸易的进出口量 你可能会经常听到 贸易顺查 贸易逆查这些词汇 他们是围绕着进出口展开的 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不知道这些词汇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需要知道的是 当其他的国家都想要你的产品 你国的供应商 会要求对方支付本国的货币 那出口的商品需求量越大 则货币的需求量越大 货币的汇率就会越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供求关系 经济好 货币汇率强 OK 第二个影响外汇的因素 就是利息 也叫利率 通常来说 央行设定的利率越高 汇率就会随之增长 我跟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Carrie Trade 也叫做外汇套利交易 什么意思 比如说两个国家 A国和B国 我从B国借钱来投到A国去 利率不变的情况下 我光靠利息就可以赚差价 是不是稳赚不赔呢 当然除了利息以外 经济指数当中 还有很多对汇率有影响 比如说GDP GDP越好 经济越好 汇率则越高 再比如说美国的非农指数 代表着美国的就业率 就业率越高 经济越良好 货币走势则越强 其他总体来说都是政治原因 反正天善地算 不如政治家的一句话 他们的一个开心不开心 可能会改变整个游戏 比如美国宽松货币政策 也是我刚刚说的印钱 供应量增加 那么汇率会走低 是不是 另外比如说英国想要脱欧 那欧盟会不会解体呢 德国会不会力挺呢 这些都是政治因素 是不是 还有一些地球上的随机事件 我相信你们也能说出很多 我就不一一细数了 外汇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市场 所以货币的汇率 对这些信息会比较敏感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最后就说三点个人想法 外汇市场和股市是不一样的 进入市场之前一定要把规则先搞清楚 第二在外汇市场当中 交易有很多术语 我做这个视频也是希望帮你了解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如果有订阅我的观众不小心冲了进去 至少知道是怎么死的 第三每一种货币都有它的习性 如果你可以找到自己最熟悉的那个货币 那最好了 但是无论如何 在交易之前请你做好自己的禁止调查 虽然本来只想讲三点的 后来我就想到了第四点 记住外汇市场当中80%的交易者都会输钱 OK 当人类的祖先开始更高效的劳作 他们得到了生产的剩余 而这种剩余就是最原始的商品 也是最初的货币 为了保护这种剩余 于是我们开始对归属权积账 什么东西是谁的 有多少 但是虽然有了这本账簿 这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方便的去携带它 于是我们就开始有了各种流通的货币 而这些货币就代表了每个人过去的生产 在立网的交易当中 货币排除了各种歧视 在我眼中是人类文明跨国界交流的奠基 它让不同的人可以在商品的买卖当中各取所需 外汇的演变本来就是一部有趣的贸易简史 我们从黄金买卖中制定了金本位 又从金本位的基础建立了布雷特森林体系 直到197年布雷特森林体系瓦解后 我们才有了浮动的汇率 然而这种浮动的汇率当时也只是发生在大国和企业之间 跟我们小老百姓的生活相隔甚远 直至今日 自动化的科技还有全球化的贸易 推动了跨国界的支付需求 网络的连接又让地球上任何两个用户之间发生信息和价值的交换 就这样外汇走进了每一个人的生活 然而我并不可能预测接下去会怎么发展 但是我知道历史上每一次短暂的反全球化 都是为了人类下一次更好的全球化做的铺垫 你想是吗 我不知道浮动的汇率会结束吗 现有的支付屏障可以进一步的去推翻它吗 将来会有更多的货币 还是最终人类会使用同一种货币 这种货币是什么呢 暂时我就先想到这里吧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样的金融知识 记得订阅我 如果真的很喜欢 记得帮我找拉出去 OK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来吧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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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